在唐三吸收完千军以皇三兄弟后,一个声音出现在唐三耳边,都吸收好了吗?没有任何预兆的,一个淡淡的声音,如同一条冰水罐顶般,从唐三旁边响起,唐三的第一反应就是身体暴退,海神三差几横向滑出,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,滑出一个金色的光环,不用紧张,如果我想要杀你,你先前已经死了几百次,平静的声音再次响起, 这一次唐三辨别出,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,伴随着声音传来,就在唐三身边只有十米歪的一株大树后,走出了一个人,他身穿一件金色的宫装长裙,长裙是连体的,似乎是用金丝之旧,没有过多的花纹装饰,样式古朴而典雅,金色的粒粒,护住了他那雪白而修长的果稿,一头金色的长发,很随意地披散在身后,并没有仔细梳理,与他那一身整齐的宫装,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金色眼眸平静如水,没有半分能量波动,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似的,可是,就在他那双金色眼眸之中,唐三能够捕捉到一种特质,一种他也无法形容的特质, 而就在这个人的眉心之间,拥有着一个的六亿天使烙印,虽然那烙印很小,但以唐三的眼清晰地看到,肌肤圣雪,绝色容颜,他看上去像是只有十八,九岁的样子,这个人唐三认识,他还记得他的名字,叫做千刃雪,你已经来了很久了吗? 唐三微微一笑,淡然反过,千刃雪对于唐三,能够如此之快地就平静下来,美眸中不禁流露出一丝新声,优雅地点了点头,是的,在你刚刚面对那三只蚂蚁,释放出领域的时候,我就已经来了,听了这句话, 唐三的嘴角不禁轻微地牵动了一下,在自己释放蓝银领域的时候就来了,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就算是他在自己的领域范围内,自己也依旧没有发现他的存在,好久不见了,看上去,你弟变化很大,唐三脸上的微笑不解,就像是在与一个普通朋友聊天室,千刃雪叹息一声,是啊,真的是好不久不见了,这一晃,就是六年的时间过去了,普通人的一生,也没有多少个六年, 我的变化很大,你不是也一样吗?就在刚才,我才见证了魂世界有史以来最神奇的一幕,恐怕,就是曾经那些修炼到神级的强者们,也没有过你刚才那样的经历了,同时面对三只修为达到九万年级别,又几乎是单纯属性的魂兽,战而胜之,这还不算什么,最神奇的是,你竟然敢于同时吸收他们三个的魂环,而且还成功,我真的要恭喜你才行。 唐三苦笑道,有什么可恭喜的,难道你看不出,刚才那只是一个意外吗?你以为我愿意同时吸收三只千军以皇的魂环吗?你应该说,我那是一种找死的行为才对,千刃雪轻轻一笑,他的笑容仿佛拥有着什么特殊的魔力似的,看得唐三都不禁呆了一下,周围所有的树木上,树叶轻轻地摆动,发出沙沙的声音, 我听说过,一笑倾城,再笑倾果,没想到今天却真的见识到,只是,为你倾倒的,却是这片星斗大森林。唐三感叹着说道,千雪笑容更胜几分,我可以理解,你这是在赞美我吗?唐三优雅的轻浮手中海神三叉戟,当然可以,我只是阐述了一个事实而已。 本期就到这里了,记得点赞关注